這部影片實際上花費了三年的時間完成 我們的設置組足跡遍跡了全球22個國家和地區 總共講了38位動物明星的故事 在10年前,BBC自然歷史頻道曾經推出過一部地球 轟動了全球,而且在全世界有1.1億美金的票房 10年以後是BBC的原班人馬回歸 創造了這樣一部地球神奇的一天 這部影片它的故事結構 是以一天當中太陽的起落作為一個主要的線索 在一天的時間裏面,我們在不同的時間段 講述了地球不同角落的更多種類動物的生活 比如說中國的熊貓,熊貓媽媽要一整天都坐在那吃竹子 小熊貓在一大早的時候就會很孤單 沒有人陪牠玩,然後也不知道該幹什麼 所以像這樣子動物的典型的行為 就導致我們決定把這個動物要放在這一天的什麼時間點 去講它的故事 比如說在午後,攝影機帶我們進入蔚藍的大海 抹香精一家,牠在中午進食完了以後,牠會睡午覺 抹香精在睡午覺的時候是垂直著 懸在大海裡面睡午覺的 在我看來,很像是一部動作片 但是也像是一部愛情片,又像是一部懸疑片 因為每一種動物都有牠最具有代表性的一個生命場景 其實可能大家不知道 長頸鹿在打架的時候 牠們是用自己那麼長長的脖子去打擊對方的身體 試圖把對方打倒在地 雄性之間的這種爭鬥永遠都是自然界一個最原始的 而且最具有暴力性的一種力量 比如我們在靠近南極的扎爾多夫斯基群島 有拍攝到全世界最大的企鵝棲息地 那個地方生活著有100多萬隻企鵝 我們就跟蹤了一隻企鵝爸爸 牠每天要冒著生命危險出海80英里圓去打魚回來 牠要在100多萬隻一模一樣的企鵝當中 找到牠自己的企鵝老小 在中國白頭夜猴這種非常珍惜的動物 牠生活在非常陡峭的岩壁上 前20天的時間我們都在用無人機飛過去 但是一個鏡頭也沒有拍 直到牠們對我們的航拍機熟視無睹了以後 我們才可以非常貼近地第一次拍到白頭夜猴在懸崖上跳躍的畫面 這個也是首次有西方的大型電影組來拍到白頭夜猴的行為 我們其實用了當今世界上最先進的超高速的攝影機 每秒鐘可以拍攝1000幀的畫面 它像一個時間的放大鏡一樣 把浮游非常曼妙地從水中孵化 然後展翅飛翔的過程 描繪的微妙微笑 實際上是有很多不同的現場導演 每一個導演可能都是一種動物的專家 所有的現場導演在不同的季節、不同的時間 甚至在一年當中要去同一個地道好多次的拍攝 才能夠完成一個動物牠最好的美食 這部電影我覺得是一個非常好的提問 當我們人類在今天掌握了這麼大的力量之後 我們作為這個星球的一份子 我們可以去承擔什麼樣的責任 我們來參加大陸營地的攝影機 我們來參加大陸營地過程